你好,我是刘妈妈 今天要分享特教点滴第五堂 我想不是特教的孩子 我们一岁、两岁的孩子 很需要的是手 动手去碰到东西 碰到的才算数 碰到的才知道我要做什么 现在看一下我手上拿的是什么 我拿了一盆水 水 水会滴下来 哇,水 抓抓 水有声音 从上面掉下来 哦 水 在手上摸一摸 湿湿的 湿湿的 有的小朋友不喜欢湿湿的感觉 湿湿的 哦,水从天上掉下来 水从天上掉下来 有一首歌 水里水里花啦花啦花啦雨下来了 我的妈妈带着雨伸来给我 水里水里花啦花啦啦啦啦啦啦 雨水从上面 雨水从上面掉下来 雨水从头上面掉下来 雨水掉下来 我们在这时候可以碰一处一下孩子的身体 碰触他的时候有好几种方法 什么意思呢 我在碰他的时候可以轻轻的碰 轻轻的碰 我也可以稍微重重的压 稍微重重的压 稍微重重的压 这时候你可以碰他为什么 因为刚才有水 你是水 我们的水从天上掉下来 我们的水从上面流下来 上面流下来 流下来 稀里稀里哗啦哗啦 雨下来了 我的妈妈带着雨下来给我 稀里稀里哗啦哗啦啦啦啦啦 下雨了 你有带伞来吗 嗯 没有 我带着一个特别的伞 看一下我 看一下我 耶 我带着一个这么可爱的小伞 我带着一个这么可爱的小伞 我要去散步走一走 我要散步走 我走走走 走走走 会吗 好棒哦 我再唱一次这首歌 稀里稀里哗啦哗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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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棒öt 小雨滴 滴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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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掉 maxim 然后哧 jeżeli哗啦电了 小雨滴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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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掉下来 哇,雨水好多 小雨伞啊啊 小雨伞啊啊 我带着我的小雨伞去散步了 OK 今天我们要介绍的是 不管小孩有多大 碰到东西才算 碰到东西才算数 什么意思 你跟他讲下雨了 可是像是大太阳 小孩没有办法感觉到下雨是什么 所以我拿了一个水 让他感觉到像是下雨 听听到嘀嘀哒哒的声 他看到水从上面掉下来 哦 我们有一个方位 手从上面掉下来 手从上面掉下来 小雨滴 手指头要动一动 啊,这个就是一个巧手 巧手 对,手指的灵活 嘻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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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捏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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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捏� 很特别,我们家有的就是一个杯子 啊,我们把两个东西串在一起 啊,一个小雨伞 小雨伞带着走路,它就是一个感觉 这个感觉是孩子,他要有能力照顾到杯 照顾到他的吸管,还要在走路 那走路的时候有一个很特别的事 我走路不会撞到别人 如果我没有好几个小朋友边走的时候 我就会去伞别人,对,我不要去撞到 我走路的时候,杯子不要掉下来 对,他知道,这个东西是一个一直线 如果他是这样的,啊,杯子可能就掉下来了 然后呢,小雨滴,滴滴滴 小雨滴,滴慢一点 小雨滴可以滴快一点 小雨滴,滴滴滴滴滴 小雨滴滴,滴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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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noutsis superии 可以马上体会得到 我们要教的 我们要学的 还有记忆非常深刻 小雨下下来了 拜拜